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就遭到免職 網上馬上掀起了一些熱切的討論 就是關於到底誰是下一個落獲 而林鄭作為行政長官的任期 到底她的日子還有多遠 我們首先一齊看看歷史 其實這次中聯辦主任遭到免職 已經打破了在所謂動亂期間不換人的慣例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2003年爆發七一大遊行時 時任中聯辦主任是高智人 他要到2009年5月才離任 而在2014年佔中期間 擔任中聯辦主任的就是張曉明 他亦到了2017年9月才離任 而王志民居然間在反送中運動 依然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 在中途遭到免職 在行政長官方面又如何 大家都記得 老董在2005年頭的時候才說腳痛 距離0371 足足有年半的時間 至於CY 他亦是做滿了一任的行政長官 直到2017年6月30日 足足五年才是下台的 但到底林鄭的去向又如何呢? 因為王志民主任被免職這個事例 就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是會震前逆歲的 林鄭到現在依然可以再坐一會 可能是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大陸覺得 一動不如一靜 以不變應萬變 或者這個中美貿易戰 打得如火如荼之際 就不要搞那麼多的節外生枝 或者是什麼呢? 根本上可能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替代人選 來幫他接這個爛攤子 收拾殘局 因為政圈不停也傳出一些風聲 就說林鄭反正你這個民望 都已經衰到貼地了 不如就不爭再推賣這個23條 就著國家安全法來立法吧 你都衰了 沒什麼好輸 沒得再輸 好了 但是來講 如果林鄭中途換馬的話 那就要由第二個來接這個硬任務 誰肯去做這個歷史罪人呢? 如果有些人想登大衛 當然要等到林鄭推了23條 才可以自己上位 起碼可以避過這一劫 當然有些人很想做行政長官 不過黨滅了 中央也不會看他上眼 所以他沒什麼機會 哈哈哈哈 不要提了 很慘 現在又要面臨美國的制裁 不過當然他的門檻很高 他不擔心 好不要說他了 說回林鄭 林鄭不走 就會有什麼後果呢? 還有八個月不夠的時間 就已經是立法會選舉了 大家可以預見得到 林鄭肯定會拖凝建制派的選情 根據過去的往績 一般在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 都是會比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為之高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屆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是去到七成一的 如果還要比七成一還要高的話 那就真的不知道要多少老人院票、旅遊巴票、中票才夠了 因此來講 倘若我們香港人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是願意團結一致 全部人都出來投票 把投票率 谷到八成甚至九成的話 就絕對有足夠的能量來抵消我剛才所提述的那些負面能量的 一定是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在立法會選舉當中翻盤的 只要大家肯站出來就可以了 如果不站出來就沒話可說了 好了 林鄭來講 她現在似乎還有一個執政意志 雖然早前有外媒的消息傳出 她到了三月的時候就要下台了 有一個替任的人選就會替補她 但是她現在似乎不是這樣看的 大家看到為什麼她有執政意志呢? 她沒有顯示出自己是一隻閉腳鴨的政府 她最近就花神多多 比如說她在機電工程處和運輸處那裡 探訪一下交通燈的控制箱的損壞情況 比如說昨天而已 她竟然就打這個防疫波了 她怎樣打呢? 就去到這個西九龍的高鐵站那裡 去檢視一下當地的檢疫工作是如何的 比如說她早前就去到這個警察總部那裡做show 就向那些前線的警員派發飯盒 而且在這個講話當中也是提及到 只要那些警察是肯支持她的話 就完成了 類似的意思 不是except verdicts 好了 她是顯示得出 她依然是有一個執政意志在那裡 為什麼呢? 我相信就跟在11月4日那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接見了她有關 當時習大大就怎樣說呢? 她就說 香港的修例風波已經持續了五個月了 你林鄭就帶領特區政府確盡職手 努力穩控局面 改善社會氣氛 做了大量艱辛的工作 中央對你高度信任 對你和管治團隊的工作是充分和肯定的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依法制止和懲治暴力活動 就是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要堅定不移 好了 這一段大家都看到 很明顯前半段都是一些很客套的說話 比如說她改善了這個社會氣氛 她哪裡是有改善得到 而且這八個字是很重要的 就是高度信任充分肯定 林鄭可能就當了這些客套說話 就信以為真 實情這些很明顯就是什麼? 就是一些中國官場裏頭的客套說話來的 為什麼呢? 有機會絕對是捧殺你 在11月4日的時候 就說對你 充分肯定對你是高度信任的 現在中央都已經做到這樣了 如果萬一林鄭在未來的時間 她依然是做不到所謂止暴制亂的任務的話 那麼林鄭就是破壞了中央對你的高度信任 就是破壞了中央對你和你的管治團隊的充分肯定 所以如何解讀這些官場客套說話 其實只是在乎觀點和角度而已 但是林鄭在和習大大會面完之後 似乎大家看得到她真的如釋重複 回來面對記者的時候 整個人的態度都是放鬆了的 很明顯是有很大的差別 而且還頻頻出席的公關show 可能她就覺得 真的坐穩了 不會撤換了 但是實際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又看看在12月4日的時候 這個中聯辦主任在區議會選舉之後首次現身 她說什麼呢? 她就說 會繼續堅決貫徹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在巴西發表的三個堅定不宜 三個堅定支持的精神 又表明她和她中聯辦的班子同時 一定會繼續忠實地履行中央賦予他們在香港的職能 結果在一個月的時間之內 12月4日 今天就是1月4日 1月5日 就已經下台了 就被免職了 所以林鄭到底是不是真的坐穩了呢? 當然她現在可能覺得是坐穩了 而且多次遭到習大大的握手 接見在澳門又對她接見一次 其實這些只不過 是我自己認為是非常客套的事情 還有 就算制度一天不改變 結果誰做都是一樣的 就算換了林鄭又如何? 大家回想一下過去四任的行政長官 董建華曾任權著事 梁振英去到林鄭月娥 分別又在哪裡? 林鄭其實在路透社的錄音已經說得很清楚 擔任這個行政長官其實有兩個老闆 一個就是北京 一個就是七百多萬的香港市民 但是當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 這個行政長官就會堅定不宜地選擇站在黨那邊 這樣才會死的 所以一天制度不變換 一天沒有真相普選的時候 其實換誰上去那派唐英年也好 曾進華也好 誰都好 其實都是沒有太大的分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堅持 爭取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真相普選 雖然中共在選舉制度上設了多個安全網 但是如果我們香港的市民 能夠在這個制度裏面都可以破網而出 上次區議會選舉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誰在事前會想到非建制派會大勝 每個人都想著可能一半一半 每個人都十五十六個心 但是只要大家肯站出來的話 就會有奇跡出現 大家不站出來 大家在家睡覺的話 當然就不會沒有效果 甚至乎如果聽信那些蠶言白票黨的話 就肯定死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 可以破網而出的 而且如果在這個中共設計的選舉制度裏面 依然是可以非建制派佔到一個優勢的話 就證明到這個民意真的非常之強大 哪怕是這個立法會選舉也好 哪怕是選出這個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也好 一定要雙管齊下 總之立得多少得多少 踢走所有的支持警派 建制派 保皇黨 當然有些人也會說到 到底這個香港警察會不會落獲呢 我就比較悲觀的 因為換一個人是容易 換三萬多人就相當困難了 而且特區政府也很依靠 這一支香港警察隊伍 來維持它的管治 如果連這一隊都解散了的時候 整個政府就倒閉了 所以有些人就說香港警察將會落獲了 我就比較悲觀 我不是這樣看的 除非香港人能夠爭取到真的民主 爭取到真的雙普選 那就有機會了 去調查在這半年以來 那些警察暴力 或者他們的違規違法事件 這樣才有機會可以調查得到 就算在目前這一刻 真的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查那些警察 我想很多市民都未必相信 他的公正性是怎樣 他的客觀性是怎樣 他的可信性是怎樣 大家都會質疑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委任這些調查委員會 是行政長官來做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